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各位全民朋友 今早我们和市建局的马超志董事 和陈渊恒、恒姐 以及我们孟美娟和我 一起去了我们九龙城的牙前围村 进行一个最新发挖岛的固绩地盘 去进行一个参观 我们今早看了一个T9和T1的发挖考古的地方 我们看到今早的情况是相当可观的 因为今早有少少明雨 昨晚也有获雨 我们看到虽然有水积在那里 但我们看到整个古迹的地基 可以很完整地在地盘呈现出来 尤其是在T9的角位 其实整个地基是完整的 整个是很完整的 虽然它有些帆布被盖住了 但是是完整地见到的 即使是比较没有那么完整的T1地盘 我们看到它虽然比较以碎石人多 但它整个的形状结构其实也是完整的 我们希望市建局 要继续进行这个挖掘 我们也估计这个挖掘 会有更多的新发现 我们希望市建局在整个发挖之后 去谈谈如何去保护牙前围村 这个九龙区里面最后一条的围村 如何保护到他们的文化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牙前围村附近有一个整个的历史群 陈远嫌以前有说到 希望用一个面的形式 去连结整个附近的一些历史文化的遗迹 包括九龙寨城 包括宋王台 包括圣山 包括有天后庙等等 整个是由宋代到清代的一个历史群 都在那边作为一个呈现 整个香港开放前的历史是如何人 如何在香港生活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发挖可以继续 并且可以和周边的一个 启德河的发展可以一起配合 如何将整个历史群 可以呈现给大家看 是一个完整的 由宋代到清代的历史 可以告诉大家香港人是如何生活 我们在日后的日子 会和贤姐会约一班的 历史学家 以及建筑师 会一起下去 再去西去看 看看如何可以进行一个更好的保育工作 令到这个 期望可以做得更好的整个历史群的保育 令到这段历史 不会在整个香港史中遗忘了 这个大概就是我们今早的行程 视察 我们之后会再有第二次 再跟大家去讲 大概整个就是这样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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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ssas as I said on last week when there is some historical havry울 hage found in the construction site we need to do a very careful and comprehensive study on how to preserve those heritage and that is inevitable that there would be some delay in the construction period but i think it is also very important to preserve those historical heritage 希望我們能達到平衡和建築物的平衡